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村里 她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小美女 美女向来享受的就是万众瞩目的待遇 丁允基自然也凭借外貌优势顺理成章的进入娱乐圈 1975年 22岁的丁允基因为主演电影《欲望》成功输道 这部电影当时不仅在韩国爆火 而且还红到了日本 所以呢 既是天然美女演技又不拉垮的丁允基 一举成名 成为韩国影坛小有名气的演员 之后的几年 丁允基像个拼命三年一般 每年都会接拍四到五部电影 1980年和1981年 她连续两年奪得韩国电影大中奖最佳女演员奖 因此丁允基呢也和张美基 于之人并驾齐驱 成为韩国第三代电影女演员中的佼佼者 此时可以算是丁允基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了 她不仅成为韩国电影史第一位极美貌 人气 作品 于一身的电影明星 而且她还是亚洲地区具有跨时代意义的 所谓韩流女王 一个这么美且红的超级巨星 围绕在她身边的男人自然不计其数 其中呢 她最有名的一任绯闻对象 就是功夫巨星成龙 韩国影后与功夫巨星成龙绯闻 介绍丁允基和成龙的绯闻之前 必须呢先穿插一下成龙在韩国发生过的故事 在成龙功夫巨星之前 成龙有过很长一段时间低迷期 她在韩国呢也当过几年的武打提升 而且她亲自承认过有一位交往八年的韩国女友 所以成龙对韩国是很有感情 她的韩语能力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大概在1974年左右 成龙结束5T生涯成为香港新天地公司签约业员 再到1978年 蛇行雕首和罪权等电影的接连走红 成龙当中无愧的成了当时最火的电影明星之一 而早期香港电影在日本和韩国都非常受欢迎 直到如今呢 周润发张国荣成龙王祖贤等人 都是韩国国明星中无法替代的偶像 关于这一点呢 看过韩剧请回答1988的朋友应该是深有体会了 有了这一层背景就不难理解成龙和丁允基之间的绯闻了 那时丁允基是韩流代表 成龙是功夫巨星 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们经常呢有碰面的机会 两人交流又没有障碍 久而久之自然就传出了绯闻了 当时香港和韩国的媒体也都报道过 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不过成龙绯闻女友一直很多 再多一个丁允基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三 恋上有夫之妇当场被抓 也许对于成龙来说呢 丁允基只是他众多红颜知己中的一个 于丁允基而言 成龙也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 因为不久之后 他便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男人曹奎英 曹奎英呢也不是普通的男人 他是韩国中央企业集团的会长 认识丁允基之前 曹奎英已经娶了另外一家大企业的女儿 朴某为妻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和四个月的儿子 在朴某还是哺乳期的期间 曹奎英和丁允基有了婚外情 丁允基虽然知道这段恋情不光彩 可他还是心甘情愿做着曹奎英的地下情愿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朴某很快呢便知道 丈夫和丁允基之间的暧昧关系 1984年8月 朴某发动反击 丁允基和曹奎英在首尔压欧停动了现代公寓 被警方当场逮捕 之后 朴某申请离婚 并提出了700万美元的赛养要求 而丁允基和曹奎英 在当年科技还不发达的情况下 以证据不足 最终被无罪释放 最后的结果就是 曹奎英支付了一亿含元 给朴某作为离婚的赛养费用 两人在1984年10月左右正式离婚 而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归曹奎英所有 两个月后 曹奎英和丁允基再婚 因为这段不光彩的丑闻 丁允基在婚后呢 宣布全面退出娱乐圈 从进军影坛到宣布退出 丁允基在娱乐圈闯荡了9年 这期间 他一共拍摄了36部电影 总已称得上是老魔了 晚年经历丧子又破产 加入豪门之后 丁允基享受过很长一段时间 豪门阔态的幸福生活 而且他和婆婆以及两个妓子 相处都非常融洽 渐渐的 丁允基也就慢慢的淡出了公众视线 他当过小三的事情 也不再被人提起 但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 惑惑惮惜 2011年 丁允基唯一轻生的小儿子 在美国读书时 不幸患上了急性肺炎 最后不治身亡 还来不及走出丧子之痛 20多天后 丁允基的丈夫公司又遭遇重创 因为公司资金了周转困难 丁允基和丈夫曹归英 在首尔富仁区居住了20多年的别墅 和曹归英名下40多处的产物 均被法院强制拍卖 根据韩媒统计 这些财物加起来 市价高达4100万亿韩元 差不多就是24亿人民币左右 钱财竞散之后 曹归英和丁允基宣布破产 他们也从大的别墅 搬到了韩国经济道的一处 小房子居住 近些年 67岁的丁允基把大部分的精力 都放在了教会祷告中 承问他在教会中极其受欢迎 只是他经常都是形单影只 所以还没再一次报道他的境况时 将他定义为了独居老人 回想丁允基的这一生 他有过最辉煌的明星时刻 也当过20多年的豪门阔态 但人这一生 有顾顾错就会有惩罚 谁也无法逃离上天的安排 毋庸置疑 他有过幸福的美好时光 但晚年儿子的去世 丈夫的破产 也许冥冥中 就是在他年轻时 犯错的惩罚 如果没有进入娱乐圈 如果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女明星 丁允基的人生 或许会拥有另外一种平淡 简单的幸福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你们对这个世界怎么看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也可以动动小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